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兼国际组织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是国家 没有资格加入联合国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 是国际社会共识 这个事实及其历史和法理依据清清楚楚 民进党当局无视事实 不断污蔑攻击联大2758号决议 我愿就此再次说明 以正视听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1894年 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次年迫使战败的清朝政府 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 1943年的开罗宣言 1945年的波子坦公告 1945年的日本头衔条款 以及中国政府宣告 都表明中国 从法律和事实上都收复了台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成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是在中国这一国际 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的政权更替 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监狱没有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理所当然 完全显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 包括对台湾的主权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 从未改变 也绝不允许改变 1971年 第26届联大通过第2758号决议 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这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明确 彻底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也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 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问题 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立场 民玩不换 年复一年挑战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基本共识 到头来只会让国际社会更加清楚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国际社会统分裂立场